Hello 大家好 今天影片想跟大家介紹一下夏天的成分 什麼叫夏天的成分 就是夏天大家常常會用到的成分 是什麼呢? 可以保濕、控油、水油平衡、 甚至是美白的 是什麼成分 其實大家常常都會用到或者聽到的 今天跟大家逐個解釋或者逐個研究 大家會聽過的維他命B5、維他命B3 還有一個透明質酸 究竟這三種有什麼不同的特性 究竟我們怎樣用到呢? 首先維他命B5或者叫做Papenol 以學名稱來說 它主要是製作保濕、修護 還有令肌膚的膽性都會有趣改善 不過有一個特性 它一定要加上透明質酸 發揮補水能力才會高一點 但B5有一種很好的能力就是 修護的作用 剛才提到的 例如你打完Laser、採光 或者在問一下時間 如果你有少少B5的成分加上透明質酸 那個修護能力就會好很多 第二個成分叫Nisonin 維他命B3 經常聽到的 究竟有什麼用呢? 這麼多種B 究竟B3是用來做什麼呢? 維他命B3非常之有用 它可以做到水油平衡 如果下天用上它 你的飆油的情況就會改善 以及沒有那麼容易生豆豆 以及改善到暗渣肌膚 第二它有一個修盡 就是它可以抗黑色素 就是幫我們去黃 反而看起來你會覺得通透一點、白一點 沒有那麼麵黃 或者新陳代謝都會好一點 而且它可以改善我們的毛孔 以及做抗氧化 所以如果日頭裡面的話 我會放B3在早上用 會好一點 究竟是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身體本身有很多透明質酸 你看到BB姐皮膚這麼飽滿、滑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有很充足的透明質酸 而日子內的年紀大了 透明質酸就會自己流失 就會補充到 所以譬如我們日常飲食或茶的時候 都可以塗這些透明質酸 而第二樣的很大分子的透明質酸 其實很多人都會用在醫學上用 例如濃鼻 可以打在鼻子的位置 嘴、拳骨、額頭、填紋、甚至是胸部 大概六至一年左右 六個月至一年左右 這些透明質酸就會被身體慢慢吸收 不會有排斥或後遺症 而透明質酸用在皮膚上有很多功能 它非常補水 它是一鼻一千的水分 可以幫你吸收很多的水分 令肌膚柔軟一點 抗皺、乾滑、增加淡性 防止衰老 還可以增加營養吸收 而它的pH值是中性的 所以對於皮膚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中性產品 幫皮膚吸收 今天帶來兩個新產品 第一就是這個B3 大家可以在日後用 3B加上透明質酸用 它其實會比較水 但可以幫你的水油平衡 在妝前用上 你覺得比較貼粉 或者喜歡的時間 你看到是不容易出油 而且可以減少豆豆的出現 裡面還有什麼呢 透明質酸、分衣草 還有一些植物的幹細胞 亦都可以做一個抗衰老是非常之好的 而晚上的時間可以用重一點的水分 還有用在細胞的護理 甚至是打完NASER 採光做過果酸 或者是敏的肌膚的時間 就可以加少少B5加透明質酸的配方 除了有B5加透明質酸 亦加入了Feric Acid 就可以做抗氧化和收穫 非常之好 這個方法就是B5加透明質酸 和Feric Acid 做回收穫保水 晚上你會覺得感覺是不同一點的 其實透明質酸、B5、B3的成分 都是很好的成分 大家可以因應肌膚的狀況 皮膚的特性 而減少這些成分配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